歡迎收看特別報導 我們第一位來賓 是我們的國民黨立委王宏威 首長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民進黨立委何志偉 嗨 先前快樂 大家好 柯文哲進辦的發言人吳一軒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蕭曉舟 這個週末這個辯論會 剛剛結束相當的精采 三個人火花四舍 那當然兩岸是必考題 也是必問題 而且是交鋒的最激烈的一段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彼此如何攻防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戰略目標 衝著賴清德來 要用民眾最有感的疫情 喚醒那三年神通記憶 而賴清德依然緊咬兩岸牌 狂轟國民黨就是心中賣台 那柯文哲呢 主打綠 副打藍 要民眾甩開藍綠 而三人面對兩岸關係必考題 你連台獨也沒有放棄 連中華民國 你如果說是一個神話 你武力 保定 鄙視 我們的國家 真的說 廣恩富裔 我們今天在國內 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富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你說你會跟中國不卑不亢的來往 這不就是我過去在做的事嗎 我怎麼變成中共同路人 而賴清德祥引述侯以日前說 中華民國憲法是兩岸的富國神山說法 卻口誤漏字 少說了憲法兩字 侯友宜想加深鐵漢青蓮敢做形象 賴清德力拼延續蔡政府執政方針 而柯文哲極力想超越藍綠 今天最大的口誤就是賴清德的口誤 他居然說中華民國這個是一個災難 大家聽得非常不可思議 那你再選一個災難國家的總統 大家覺得非常驚訝 賴清德在剛才會後記者會 他坦誠是失言 他也痛罵柯文哲說 我都知道說是失言了 你還攻擊我 那他昨天為什麼要攻擊趙少康的失言 這個求自己 那另外一個蔡英文 他本來有預先預測一些題目 他說想都知道這個辯論會 賴清德一定會有一些必考題 他還猜題 結果他全部幾乎都沒有猜到 只有最後一題有 一黨獨大有沒有會貪腐 其他中華民國滅亡 兩岸戰爭大撒幣等等 點的就琢磨得比較少 好那直接聚焦 剛剛講到賴清德失言的部分 賴清德先講 他說如果國民黨重新執政 軍事採購就會停止 國防自主就此停止 然後聽到很多國民黨的人很生氣 他說潛艦國造是馬英九開始的 賴營的人開始 你怎麼會說國民黨執政的話 軍購全部都會停 他們覺得這個是大謠言 然後還有包括說 這個講到當然要採取 如果現在的憲法 可以團結國人 當然就要採用跟尊重 那如果用來解決兩岸問題 是另外一個層次 中國都不會同意中華民國的存在 那這個在國內把中華民國當成兩岸護國神山 是帶來和平還是災難 少了兩個字 就是他引用侯友宜的說法 中華民國憲法 少了兩個字 這個差非常多 賴清德剛才他坦承他失言 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你兩岸或者經濟或者內政 兩岸是最重 重中之重 怎麼會在論述的時候 在回擊的時候出現這麼嚴重的一個重大的口誤 那侯友宜講說 你們只會抹黑他親中沒招了 他說中華民國的憲法 磕在他的心底 這模仿一部電影的名字 他說他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那被說賴清德講對中國不卑不看 他不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嗎 如果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憲法 怎麼會站在這裡選中華民國總統 維持現狀不就是現在唯一的選擇嗎 那侯友宜就攻他 他說現狀是什麼 蔡政府的現狀就是即將瀕臨戰爭 侯友宜就咬他 說侯友宜如果真的反對中國戒選 那為什麼夏令也現在還會去中國呢 那為什麼中國戒選的目標 最後都是要幫你呢 我們先請教洪衛委員 其實今天的辯論會 可以看得出來三個人 火力都很強 互相的其實有很多的結問 那麼包含柯文哲的策略 我覺得他大概是七分攻賴 三分去攻侯友宜 侯友宜是完全不理柯文哲 而且在最後在最後結論的時候 事實上侯友宜有呼應一下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不是哽咽嗎 那他就講到他幫這個柯文哲 幫他說就是說這個他的哽咽 是因為有感於現在的 整個的政府的沉淪 整個台灣社會需要 我們台灣需要往前走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那我認為就是說 有去呼應柯文哲 回過講就是 剛剛耀州說 今天的賴清德是失言 對不起 我不這樣認為 我覺得賴清德是講出真心話 就真心話大冒險 因為他講出說 既然講中華民國對台灣來講 是帶來災難 所以也就是說 他因為現在要選總統 他只好把他那個台獨的神主牌 他那個台獨的金孫 他那個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暫時的藏起來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去掩飾 他對中華民國的厭惡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那個今天網路上講說 如果你今天都不認同中華民國 你到底選什麼 差總統 你到底要選哪一國的總統 而且事實上在現場有媒體提問 其中一個媒體 他提問的問題非常明確 他問三個人說 你們承不承認 認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其實就是Yes or No的事情 所以以侯友宜就說 他講說這個 他完全是承認對不對 而且柯文哲也是這樣講 他說我選擇中華民國憲法 我當然是承認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只有賴清德 繞繞繞繞 整個題目全部答完了 還是沒有告訴你 他能不能接受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我認為他今天根本就是 真心化大冒險 另外一個其實今天 我覺得柯文哲有問到 他一個非常明確的 他當年說 他說吳乃仁跟洪其昌 絕對沒有事情 他幫他背書 而且他說如果他們有事的話 他會退出政壇 所以他就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退出政壇 結果賴清德繼續的去硬拗 他竟然提到所謂的在意 那請問一下 最後吳乃仁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判刑確定 吳乃仁後來有沒有被抓進去關 都有 所以就是說吳乃仁經過司法確認 你確實當時他有賤賣 這個台唐的土地的問題 可是你賴清德到現在都在 所以今天其實有個重點 就是大家談到這個新潮流 你看賴清德繼續幫新潮流辯護 他竟然還講說新潮流問題 是因為後來新潮流跟柯文哲翻臉 所以你才去污衊那個新潮流 那我要幫那個侯友宜講一句話 侯友宜也提到新潮流的問題 對不起 侯友宜從來沒有 被新潮流這個支持過 也沒有跟他翻臉過 而新潮流是上上下下 然後大大小小的標案 你們都涉入 然後你們在賺大錢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連民進黨的派系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到現在還護著新潮流 請問一下 你心中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當然這個賴穎 就講到新潮流的話 其實他們一開始攻的是 國民黨說他有五大家族等等 這個志偉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賴清德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今天剛好有個新聞 這幾天有所謂的路透社 根據台灣官員內部的消息 看到一份所謂的中國文件 說五月天被中國大陸逼著 要表態 要講出親中的言論 可是他所有消息來源 都是台灣的官員 然後五月天大家都覺得 有夠倒楣的 他的假唱風波都還魚波蕩漾 都還沒有一個墜落的最後的結果 現在就被人家拿出來選舉 再變成是主角之一 今天有一個上報最新的標題說 你們都說是台灣消息 不是 是中國大陸的中宣部 他們出手 但是國台辦在前幾天已經立刻 他跳出來說從頭到尾都是假消息 然後包括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 兩岸志偉怎麼看 我先講一下過去一個月 對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我是五月天的粉 很激烈的一種 然後其實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痛苦的一陣子 因為他阿公住在北投 他其實阿公才剛往生沒多久 這兩個禮拜把告別式辦完 我覺得藝人 這些藝術創作者 從來不應該涉入政治的表態 但是我們看看過去周子瑜 印象很深刻吧 中國真的辦得到 所以你說蔗家史醫想一想 他在叼他什麼 有沒有假唱等等的 這些東西如果中國要他上 他一定可以上 要把新聞蓋掉就已經蓋掉 那邊是所謂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民進黨或蔡英文總統 自我請教 因為你說你是五月天的鐵粉 鐵粉 那我單純用鐵粉的心情來問你 如果現在就算有人知道這事情 都隱而不宣 是不是對五月天 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比較沒有壓力 結果你現在在選舉前 這樣子顯出來之後 五月如果你是鐵粉 應該會覺得完了 前一波還沒解決 又來一波更麻煩 我是覺得像我們不可能 我剛剛正要講 路透社是國際媒體 我們不可能去控制他 他一定有他的查證的一個 可是他是根據台灣的官員說法 他會多方查證 很多媒體他其實不見得一定會 做一個單方 那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個只有路透社這邊最清楚 因為包含我們去問 我們也不是很瞭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的確 五月天最近有被叼 而且叼得很辛苦 這是一件事情 五月天的部分 我還是認為五月天 在這件事情 他們不想回應了 我覺得這樣也許是最好 但是我很心疼 他們最近的早餘 包含阿信主唱 他們被拿來操弄 你會不會覺得不應該 我認為這件事情 如果說我們至少在綠營的部分 都沒有過度的去操作它 沒有這個痕跡 沒有這個痕跡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賴清德主席跟蔡英文總統 他們兩位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所產生出來的總統以及副總統 以及即將要參選的候選人 賴清德剛剛在辯論的過程當中 他就講到憲法就是 憲本就是根本大法 他講 他有講這個 而且一直強調憲法 但是他也很理解 在辯論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來來去去 他說要用憲法 來當作保障和平的一個東西 這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我們的憲法現在治權 什麼新疆 西藏 都還屬於我們中華民國 這個現在我們管不到他們 也沒有跟他們繳稅 志偉 我覺得你有一點操意 因為賴清德講得很模糊 他是說如果現在的 假如現在的 因為他是先說民國 三十幾年的憲法 那個時代太老舊了 如果現在的憲法 因為我們都是用徵修條文 徵修條文說假如 他可以團結國人 他是用假設語氣 那我們就用跟尊重 但他沒有說是可以團結國人 如果要用來解決兩岸問題 那就是另外一個層次了 所以剛剛洪偉講說非常模糊 但是你的語氣是非常篤定 他根本 我覺得中華民國 像我 洪偉姐姐 我們以前在議會 我都帶著十幾年 我就帶著中華民國國旗 今天三個人 唯一一個沒有帶徽章的 就是賴清德 其實我們很多國際活動 都會帶著我們國旗的徽章 這個是不用擔心的 我們升旗也在升 國歌也在唱 而且我們就是認知到 中華民國是我們最珍貴的一環 這個是我們的價值 這個不需要去 我覺得一個口誤 然後為什麼會講是災難 我覺得有些東西 你覺得是真心話還是口誤 他說什麼是災難 他說中華民國 是護國神災 不是 這個會不會為台灣帶來災難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其實要保護台灣 要靠人 你所有的法律在那裡 是為了服務人民 保障國家的主權跟治權 它的邏輯脈絡是長這個樣子 當然他的確有承認是所謂的 口誤 但是你不用擔心 他一定是捍衛中華民國的 這個部分無庸置疑 我聽完其實我剛剛辯論會 我還真有點懷疑 因為他對中華民國憲法 是非常保留 不是 因為現在我們的憲法 的確有一些問題出現 你也鬆口了 你說現在憲法有問題 因為我們新疆是不是我們的 西藏是不是我們的 北京不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主席 剛剛在台上說的 今天晚上開始 所有的節目上所有的綠營的 這個不管是名帶 名嘴 或者是青綠的媒體 幫他好好解釋 都要好好的去幫這個賴清德 好好的詮釋之後 真的是辛苦了 但是呢 我講的這是事實 但是問題是賴清德 他在上面 他說他是口誤說 把中華民國當成兩岸護國省山 是帶來和平還是災難 這句話是口誤 可是他越解釋 我們更不懂他到底想解釋什麼 因為他後來被記者問到說 你這一句話是口誤嗎 他說對 中華民國 應該他要講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後面又講了 如何用中華民國憲法 來守護中華民國 他就是內心對中華民國憲法 產生了非常大的疑慮 那我們就要問賴清德說 如果不能用中華民國憲法 來守護中華民國 難道你要制定一套新的憲法嗎 所以賴清德今天 在整個辯論會上面 完完全全的展現了 他台灣自憲派的心情 他其實已經內心 有著台灣自憲的心 所以他講不出中華民國憲法 可以守護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我要說的是這樣 那後面講說 如何用九二共識 來守護中華民國 或許這才是比較民進黨 譬如說或者是現階段 社會大眾會去產生的一個疑問 可是問題是 中華民國就是要用 中華民國憲法來守護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 我們現階段大家的共識 以及現階段大家要維護 我們台灣中華民國主權 就是應該要依據 中華民國憲法 那再來就是說 他除了內心凸顯了他 自憲派的心情之外 他今天還講說 我是一個務實的工作者 結果中間那兩個字 他自己把它消音了 他本來講說 我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但是一直被柯文哲主席 去問他說 你到底如何的務實推動台獨 他直接把台獨消音 可是問題是 他整個行為跟他講出來的話 就是在說他要作為一個 不是中華民國憲法 架面的這個 賴清德其實多次 對外已經有說 對國際媒體也這樣說 中華民國已經就是一個 獨立存在的實體 我們不需要再去宣布獨立 因為我們已經就是一個國家了 我們是中華民國台灣 但是他為什麼在宣布 這個已經有點太超出 我們今天討論憲法的 他真的重複很多次 大家不相信我 覺得我亂講 沒吃飯 血糖太低 請上網查可以嗎 好不好 沒有 我最後還是要再講一下 就是說包含他提到的 這個有關說 我們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不管是民眾黨也好 都好像要鎖進中國大陸 就把經濟推回鎖進中國 這件事情我們也要 嚴正的提出抗議 就是說我們並沒有 說要一味的要侵入中國 或者是怎麼樣 問題是現在這個ECFA 就是賴清德 他在辯論會結束之後 他就可以馬上 如果他不要鎖進中國的話 他就可以馬上去解決 去停掉 但他又說了 我們的協議合作 都不會終止要維持現狀 所以我們聽不懂 現在的蔡政府 到底要帶給我們什麼 你一下子又要說 要不要鎖進中國 另外一下子 又說要維持原本的協議 志委 我必須要阻止你 你不要再打斷人家講話 剛剛講到的兩岸主權 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不過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這一次選舉比較特別 就是土地跟房舍 跟財產這一些 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話題 不過進這個主題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剛剛已經網路上開始 開始熱議 說這個當媒體在提問的時候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